今天来分享江浙传统名菜素黄雀 这是一道好吃的素食料理 要用到银瓶上的这些食材 泡发的香菇去地 削薄切成丝 冬筍先切片 再切丝 五香豆干 片成四到五片后 切成丝 胡萝卜也切成丝 锅中制油 先放入胡萝卜丝炒至变软 放入姜米炒香 放入香菇炒香 最后加入笋丝和豆干丝 一起煸炒 用酱油 糖 酥蚝油 调味 拌炒 拌炒均匀后 盛出备用 取出一张圆形的豆腐皮 拌炒均匀 对半剪 再将半张均分成三份 用剪刀剪开成六张 大小相同的豆皮 取一张豆腐皮 在水中静五秒钟后 豆腐皮稍稍变软 放在案板上 放上炒好的馅料在腐皮中间 腐皮尖的一面往上卷成长条形 然后用长条的两头 打个结在中间 为了防止打的结花托 可以打两个结固定 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很像小黄雀 依次包好后 放入盘中 锅中再次放入油烧热 放入做好的树黄雀 两面煎成金黄色 这样不仅可以使成品更好看 也可以防止豆皮 在焖煮时破掉 待全部树黄雀煎好后 取出来放入盘中 锅中留少许底油 放入香菇爆香 加入泡发香菇的水 如果香菇水不够 可以适量添加一些水 再加入酱油 糖 素蚝油 来调味 加盖煮五分钟后 加入煎好的树黄雀 盖上锅盖 焖煮五分钟 灵烧一锅开水 加入少许盐和油 再放入切碗的小青菜汆烫 水开后捞出 滴干水分后 摆放在盘中 做装饰 树黄雀烧好了 拧上少许的麻油 真香 翻动一下 使更加入味 然后在盘中 依次放入香菇 树黄雀 一道素食料理 就完成了 品尝一下 素黄雀 吸足了汤汁 咬上一口 滋味浓郁 表皮非常有韧性 香菇因为吸满了汁水 也特别好吃 如果您也喜欢这道素食 不妨试一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